MING PAO TORON hallucinate MING PAO TORON 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淘寶的開箱紋 我這次在淘寶買左鑾帽、帽子、衣服 還有襪子 其實貨倆兩天前已經到了 但是我還沒刷 因為我想跟大家一起見證這個那麼重要的時刻 可以了 來啦 我們先拆了什麼呢 我有一條鏡鏈很喜歡 不如我們先拆了一條鏡鏈 這個就是那條鏡鏈 好緊張啊 來啦 這條鏡鏈就是這樣 我拆給大家看看 連袋子都漂亮 很喜歡的 這條鏡鏈其實是 它聲稱是手工仔的 太漂亮了 太漂亮了 好喜歡啊 給你看看 OK啊 好喜歡啊 好喜歡啊 如果你說仔細一點看 它是有些 膠水漬 但 很明顯是手工做的 我是接受的 你們看看 這些呢 會有些少少膠水漬 但我自己是OK滿意的 這條鏡我忘記是69還是79元 日文幣的 它的扣是這樣的 這樣 穿進去的心心裡 然後就 卡住 我還可以做 胸口針的 這條鏡子 給10個讚 這條鏡 麻煩 第一件就這麼開心 其他會不會令我失望 到底 好了 我們繼續拆禮物 我覺得這件是令我很失望 我一看到就覺得失望 它說呢 它這條邊是可以摺的 即是可以屈的 但是它很硬 即是 網站的形狀是很漂亮的 現在就 好像一般的 有沒有涼味 我想問 這些可以 我看它可以這樣摺摺摺 嗯 你們覺得 它裡面呢 這裡是 這條橡筋呢 可以綁緊一點點 那你頂帽就不會太大了 即是可以配合不同人的頭型 我覺得這個是很貼心的 但是它 好像有點硬 不知道 不知道是不是放一會 那個型就會比較漂亮 原本我是打算買去泰國戴的 因為我六月會去泰國旅行 現在頂帽好像 戴不戴好呢 不如你們告訴我 頂帽好不好看 好了 留言告訴我 好了 下一件是什麼呢 這個 這個是 這條裙子 這條 很有文青的感覺 覺得不覺得 OK的 我喜歡 這條 這條 在記憶中好像是四十幾元 它那個 質地 也 挺厚實的 它是 連線頭也沒什麼 手工也不錯 知道穿了上身什麼樣子 穿了雙下巴 整天看我多瘦都有雙下巴 看到嗎 Oh no 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怎麼減 第二件 這件就是普通的環間T-shirt 我記得好像很便宜 十幾元而已 所以我就買了來襯衣 OK 有一點點味 我想也是 其實衣服新買 都是要洗了才穿 如果十幾元來說 我也非常滿意 出來 好緊張 這件 是什麼 我知道了 這是黑色年薪裙 我被我媽說我買得很多衣服 但我有收拾衣服 我有特感不要的衣服 這件有一點點要自己剪線頭 但是 就 就這樣看 也不錯 冷斯文 這件 我會把所有的連結 資料都放在下面的Info box 你們可以在Info box 看看 我的裙子多少錢 以及在哪間店舖買到的 如果你們還沒認識淘寶 也不要緊 因為我之前拍了一段影片 叫做淘寶集運一條龍 裡面已經有齊了格價 以及如何把淘寶集運下來香港 如果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這個位置 點擊那條影片 來看看 這條是 焦焦牛仔褲 很多焦在上面 是不是很可愛呢 看看它的 拉鍊和扭 都可以的 那扭門 就要自己開了 看到嗎? 不錯 它又沒有什麼線頭的 那些 那些焦焦都做得很漂亮 你看看 好滿意啊 還沒穿上身 不知道穿上身什麼樣 再來 這件是很薄的沙的外套 好像都是十幾塊錢 還是二十幾 有一點點線頭 但我覺得還可以的 好 樓門已經開好了 長度大概到膝蓋 整體來說都滿意的 這些是夏天出入冷氣房的時候 當外套 又或者是 用來搭配衣服 再來吧 這件 這件 這件比較貴 但是我很喜歡 我不知道 不適合尺寸 那種 這件要八十九分 它是工人褲 但它似乎是漂亮的 你看看 又有雪梨紙 它是麻質的 打傷 原來這件 真的是兩層的 包 就是 它很長 它是褲 OK 就這樣看我是滿意的 不知道穿上去美不美 我想今天星期要乘機衣服洗完才行 我買了很多衣服 這個呢 好像不知十幾元 二十幾元 但是 就有T恤 還有裙子 嗯 但是 撿地不行 撿地不行 它是那些雷龍料來的 嗯 這個型是OK的 但是就 我想不要買了 手工很差 你看看 那條線 這條線 和這條布 不平衡 那些材料是很焗的 那些雷龍料來的 如果你夏天穿 又不吸汗又焗 應該都 熱死的 這件衣服是這樣 裙子 也很便宜 哎 太便宜了 不行 如果十幾元 嗯 不介意的話 也可以買來穿 好了 再來 這個呢 就是半腰裙 也挺大 又是十幾元 還是二十幾元 那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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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地呢 是外邊有一層 這樣 透孔的 那裏邊呢 就有一層尾 的 再擦 咦 剩下兩件的 這件 是很便宜的 所以買了 咦 好像發燥貨給我 不是要這條 好像痛了 穿上身 才知道什麼樣子 這件 衣服來說 就是最後一件 這個是連身的 喂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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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大 好像 看一看 不知道會比較好 妖身裙 看到嗎 這些 料呢 其實OK的 好像棉質 這樣 只不過呢 它是這些 這些位置呢 這些位置 做得一般 看到嗎 好像飛起來了 就是這裡 這些 我想上身就會明白 然後我這次 就買了四雙襪 其實呢 如果你有看我的 穿搭片 或者看我的Facebook的話 都發現我很喜歡穿這些玻璃襪 我這次就買了一堆 黑色的玻璃襪 因為之前那些呢 全部都是 直表 來的嘛 那我這次就買了兩對 格仔 那這一對就是 黃家寶藍色 之後的這兩對呢 真的很可愛 你看看 這個是漢堡包 玻璃襪 來的 然後這一對呢 就是Pizza 好可愛 好可愛啊 我還沒想到如何配搭 但是我就買了下來才算 因為實在是 太可愛了 然後呢 就有一條打底褲 我看它好像 很舒服的就買了 怕走光呢 有時候我都會 穿一些打底褲 不過黑色 它 會不會透呢 夏天是不是買錯了 顏色呢 其實 好像是 黑色比較透 容易 哎呀 買錯了顏色了 不過它那個包裝OK的 但是 但是漂亮的 我買了三副太陽眼鏡 會不會有一點點浮誇呢 是不是有一點點造作呢 很反光啊 一百米都看到我戴著褲 太陽眼鏡了 一兩副是一樣不同顏色的 因為太便宜了 便宜到 不是好像對不起自己那樣 六個半而已 好看 嘩 那個質地呢 是 好像 拆紙膠的 那些 那些感覺 但我看它那個顏色 好像挺漂亮 手工也不錯 六個半就 買你下來啦 怎樣啊 會不會太大褲呢 我戴 沒有化妝的時候可以戴著 應該沒有人拍到我 咦 這副好一點 這副就沒那麼浮誇了 其實都是同一個款 很漂亮啊 那個手工也不錯 你看 摸上手都OK的 膠都是 都是硬正的 知道嗎 可以嗎 但它們拿上手是挺有質感的 因為有少少重量 而且那個質感 很好摸的 不知不容易黏層呢 不過 想買一副黃色 黃色好像幾 幾 幾跳脫 下次買一副黃色 如果它還有貨的話 對 最後一件事 就是 網狀雙眼皮貼 我姐姐做化妝的 我幫她買了很多很多 來幫人化妝 這些很便宜的 不知道 好像 是不是一元快 不常 總之是很便宜的 所有連結我都會放在下面 讓你們看看 對 我今次的淘寶開箱 分享就是這麼多 希望 大家都會喜歡我的分享 如果喜歡我這條影片 就記得 thumb up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最後戴帽帽 就完成了我今天的造型 其實不知為何我對著我鏡頭 真的很想笑 如果你想多些層次 就可以披多一件衣服上薄 其實我平時經常都這樣穿